Android的這個這個這個平台已經成為手機上最開放的一個平台開放很重要因為你不開放的話 就跟那個Apple上面他最大的問題是他不開放 他即便是你要 去把照片抓起來你都還要裝個i iTune 我好像聽過有個同學他本來買iPad後來沒多久就送 好像賣給賣掉後來去買一個Android 因為他覺得光要插上讀卡機就是一個問題 你那個Android隨便一支應該插上去都會有那個OTG吧 插上去還可以讀到記憶卡上面去這個是沒有問題可是 你在那個iPhone或者是iPad上面這就是問題 因為他完全是封閉的架構 安全性非常的高 但是有好有壞 可是說真的啦 就我們的使用習慣來說 其實這是不太合理的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PC了 PC給我們的教育是完全open的 那你突然用到Apple上面去你會覺得真的是格格不入 就像我自己也買一台Air 那個可以切水果那個Air 有沒有 應該知道那個Air吧 可是你說 雖然是很好用啊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東西 可是你要用他你會覺得 還是用不習慣 我頂多拿他來開發 除了之外 我還在上面 灌一個虛擬的那個 虛擬的Windows XP 還是習慣 用Windows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要在那個Apple上面 裝一個 裝一個軟體啊 你就要付錢 啊什麼都要錢 所以呢如果說我要 跟那個Windows 一樣的那些軟體的話 我要花很多錢 那當然這樣 算下來應該是不符合成本效益 所以我會在上面灌一個那個Windows XP 反正原來有的都有了 但是 這感覺就 也不是很方便 這個我想將來有機會我們在 那另外 在一個 人手必備的趨勢 因為現在 已經 行動上網超過 500萬 應該這個應該還會再更多 應該不止500萬 所以呢 他的這個 手機的相互應用的會超過PC 而且 比PC更智慧 那這個智慧 你拿出來就馬上可以App按下去 這個問題就已經解決了 比如說你要 你要去 購物的話 其實像PC Home 它有一個 購物的App 你點下去就可以馬上購物 可是如果你回家 你想要 上網去 看到某個東西 你還要做很多事情 這個跟 手機比起來 其實還是 還是比較慢 所以App更貼近個人的使用習慣 所以未來App將取代Web Web就是網站 其實這個 像那個PC Home的那個 董事長 詹 詹詹什麼 詹洪志 他也預言 他大短預言就是App 將取代Web 他當然這個我覺得蠻認同的 不過也不能用取代 應該是 應該是互相的 就是 消長 Web慢慢越來越少 那App會越來越多 然後呢 一般公司一定會有Web 會有網站 他也會有App 這個是對應的關係 並不是 我有Web 我就不要App 可是將來又一天有可能是 他Web已經沒有人要去了 都用App 那也有可能 使用習慣不一樣 然後呢 將成為各個產業 或政府對外的窗口 所以如果開發App 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講受那個Enjoy的應用程式價格等等 或者是政治的補充一些證照考試的題目 那另外然後我的特色有這幾個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 了解一下 我會全程錄影 然後呢 不會硬call程式 所以各位也不要太擔心 那另外的話 很多同學會怕跟不上 不用擔心 我到時候會提供完成的畫面 或者甚至完成的程式碼 反正你們就Follow我的 那另外我有錄下來 你回去再看過 就怕你沒時間而已 如果你願意花時間 應該沒有學不會的 因為很多同學 很多跟我學習的 無論是實體上課 或者雲端上課 學生都一樣 他們只要願意花時間 一定可以通過 就像前一陣子有一個 本來是跟我學AutoCAD的 後來看到App他有很興趣 很有很大的興趣 然後呢 因為他老闆對他太call 有一天他突然把他老闆給file 然後跑來跟我講說他跟我學App 而且要去考證照 然後呢 他完全沒有基礎 他學美工的 然後可是他因為他也沒收入了 就是突然就把老闆file掉 所以沒收入 那我問他說他說他有存一點點錢 但是他也想要往那個 App 的這個方向去努力 所以他大概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就把那個證照考試 然後我給他一些東西 還有我上課的那個影片 然後他就花了一個半月 他跟我講說 老師我準備好了 而且我報名 我說你要不要再緩一下 他說我就報名 報名之後呢我就很擔心 一個禮拜之後就考試 考試 之後呢 後來我想說 糟糕會不會 沒考過 結果沒想到呢 那老兄居然 就他考過了 後來呢 隔一段時間 一個月之後我就問他 因為他有上過 上學期的正門 上學期的那個 進階課 然後他剛開學的時候有來 他後來當班長 結果沒沒上幾次課後來就沒有來了 後來我問他說 工作太忙碌了 因為他會App之外 他又有美工的背景 那現在很缺 懂App 然後呢 又會美工的人 那剛好他是最吃香的 因為App最重要的 並不一定是城市 最重要是他漂亮的外觀 所以他就 專門做那個App的 美工的部分呢 我想他應該就可以做到爆竿了 好 而且 他的收 我想他的收入也應該會跟他的 經驗跟他的那個作品 會成正比 因為至少他要搭上去了 因為現在要找到那個 會美工的很多 做平面的啦 或者做網頁很多 但是會App的 會手機設計的 不多 所以我想應該他這個 有沒有他有個落差了 他自然找工作會比較容易一些些 然後提供一些業界的實務開發經驗 書像沒講到的 那你會想說為什麼 像我們上課有用書 那很多同學說 老師那你乾脆就跟我們講哪一本書我們去看就好了 可是實際上很多同學跑來跟我講說 看書 完全看不懂 簡直是添書 真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同學 要我介紹書 我跟他講你看哪一本 他即便買回去 他看了半天之後他還是放棄 還是來上課好 為什麼 我講 我大概講過一遍之後 他說 老師你講得太清楚了 我看書看半天我還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尤其是 尤其是設計類的 課程 尤其是這樣 你office類的 Word itself 那還可以 因為那個照著做 還可以做出來 可是設計類 城市設計類 你要照書上 的步驟 做出來 那你算是天才級的 天才級的 才有辦法做出來 因為 他們 他們裡面很多是 東 東漏西漏 而且很多地方 可能會有 錯誤 還有 Android的改版 速度太快 可能一個月前的畫面 跟一個月後的畫面 是不一樣的 位置也不一樣 王子也不一樣 那如果你照書 做不出來 那還有什麼 太多了 真的處處是 賢主 所以來上課應該是對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隨時更新第一手資訊 因為這個產業更新太快 沒發現 像我上學才在用那個 Android好像2.2的 2點幾的版本 那現在已經升級到4.2了 所以有些開發環境也跟 跟著改變 那改變當然我還是要跟著改變 所以呢我會提供第一手的資訊 否則的話你完全都沒有 使用過的經驗的話 其實真的很辛苦 那還有延伸正常考題 如果有時間的話補充一下 提供那個雲端的影音連結 所以到時候 你們要給我你們正確可以 找得到你們的那個 Email信項 盡量 建議是用Gmail的 因為 有些東西我是用Google 雲端的資源 所以用Gmail比較找得到 你用Yahoo或用別的 怕會有漏性的問題 再來的話呢 我會提供那個部落格的教學日誌 那我很習慣就是說我上完課 回去會寫一些東西 然後 做一些心得分享 所以說你們也可以上去看 那另外的話提供論壇 我有一個論壇是 針對我們這個班級同學設的 也就只有我們這個班級同學看得到 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 會做個區隔 否則的話 變成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不來上課 所以這個也是 稍微做個區隔 所以很多同學 可能也有說過那個 就是剛好或者是影片 看到一半 正精彩的時候 沒有了 然後再搜尋 再找 沒有了 怎麼會沒有 所以很多同學會寫 有一些人 會寫信給我說 為什麼老師你的東西只有一半 然後我可能會傳給他說 要不然你就是 來上我的課 要不然就是 我雲端上面有分享一些雲端課程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我沒有必要 好像還有同學 還有一些雲端 那個網路上的人是 理所當然 老師你為什麼沒有全部放上來 只問我 為什麼 沒有全部 那我也不想回答他 沒有 我分享 分享給你 已經 已經 這個這個是 沒有人規定說 老師東西要全部都放上去 對 這個 這個 所以 什麼人都有啦 什麼人都有 OK 那 當然我在論壇是對 內的 對內的 所以我有時候會 會稍微check一下 你是不是上這個課 如果你不上這個課的話 就沒辦法進入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 機制 OK 那這個論壇 也是 建在那個Google的論壇上面 那往後當然我會再加一些什麼Google Plus 因為發現Google Plus最近進步太快 而且你可以順水推舟 你可以把你的訊息 通通 Push出去 然後Facebook也是一樣 反正有時候 或者你也可以叫我Facebook 有時候我會放一些訊息在Facebook 但是比較多的還是在Google這邊 好 好 那參考用書的話 有幾本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幾本我都有啦 那當然你手邊 Enjoy的書不嫌多 不過 特別注意就是Enjoy的書籍 盡量就是拿它來當 參考書 為什麼 因為這些書 你不可能看完 那最重要你學習 設計的觀念很正確 你不需要全部都 學會 說真的 你就要學會 一個關鍵點 你要會用 人家提供給你的Source 要怎麼用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Java有物件導向的觀念 其實那個物件導向的觀念 不是要你去背 而是要你去用 你會用之後 你什麼 什麼樣的那個物件 你通通都會用 就跟你那個 主電腦一樣 人家物件寫好就跟 界面卡拿來插上去 然後驅動程式灌上去就好了 那個一個 Java的那個 這個物件其實就有點類似像軟體零件 它寫好部分 你不用管 到底這個板子上面 哪些IC 哪些什麼東西的 不用 你只要知道說 這個卡是 網路卡 插上去就網路功能 那 Java的物件導向也是一樣 你要會 怎麼樣 把它引用進來 然後怎麼去用 這才是重點 所以 你買這麼多書 其實很多人買書 觀念上還是沒有 突破啦 還沒有 就是以為說你買這書 你就要全部 從頭到尾把它看完 不一定 你買來之後 像這些都是 比如說第一本書是範例大權 裡面有三百多個範例 那你可以 有空的時候就 就就就 比如說你需要哪個部分 你就把哪一部分的範例 把它 開起來看一下 那有哪些東西你可以參考 可以用在你APP上面 其實修修改改 也有東西出來了 當然 當然這個是比較下架的 因為你有些同學 還是適懂 不過我是覺得你慢慢累積 這有點像 練功一樣 你練到一個程度之後 以後你就可以 很 很 如果存 就像組電腦一樣 你電腦很快就可以組一台 最棒的電腦 那一樣的道理 然後 第二本書是那個 即可貼 也是一樣 這本書還不錯 我覺得 有些範例 複製貼上之後你就可以用了 但是重點就是 很多同學好像還學不到 學不但會就是說 哪邊要複製貼到哪邊 那可能有哪些BUG你要怎麼解 這個我想 才是重點 很多同學 不會解BUG 這也是問題 那第三本在這邊 這本比較舊一點 那我們上個用書 我想我們在第2頁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 第1本是我 入門 就是去年用的 那這本書如果你沒有的話 建議你可以買來看看 因為這本書算是 Enjoy書起 裡面算是我看過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最淺顯易懂的 可是 即便淺顯易懂 但是 還是不好看 如果你自己 自己看書 學 你恐怕還是會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 大部分都是買書 然後呢 再跟著我做 其實 很快可以做得出來 然後 第2本書是 我希望 因為 我們這門課是 Java延伸到 目前 坊間 有這類書籍 大概就是 這個下面這一本 所以你們大概記一下 我想我就把這本書當上課用書 所以再來的話 我想 看看下禮拜能不能大家可以取得這本書 如果這本書的話 我們上課起來會更 比較德性 這本書的話 書的名稱叫 Java SE 7 與 Android 4.X的 城市設計 範例教本 那作者的話是 陳惠安 陳惠安 我遇到 遇到過很多次 開會的時候 專家會 也有找他去 去 去 然後 稍微聊一下 然後他的出版社是 季風 出版日期是 前年的12月 前年12月OK 好 那這本書我想把它當成那個上課用書好了 那這個是 OK 那再來 等一下請各位幫我做一件事 因為我第一次上課通常會稍微要想要了解一下 大家的程度 因為我也不知道說大家的程度在哪裡 然後呢 所以我做了一個問卷 我想了一下 到底要問各位什麼樣的問題 我想要知道什麼樣 關於上課 各位的程度如何 因為如果 我不知道大家的程度的話 我可能會上的太太困難或者上的太簡單 都不是大家要的 還有上課的範圍會以哪部分為主 我可以做一個 彈性的調整 盡量符合大家 學習上的需求 所以呢 等一下請各位 幫我 看這個網址稍微記一下 GOO.GL 斜線 F 2 大寫的R 小寫的O R是大寫 小寫的O F2 RO8 特別重要這個是O 不是零 RO8 R是大寫 然後點進去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會有個問卷出來 這個 F2 RO8 然後用 瀏覽器開起來一下 Google好像Google或IE應該都可以 OK 這個網址 進來之後的話請各位 稍微幫我 填一下 這個是一個問卷 課前問卷 裡面 裡面的話第一個請各位幫我填一下 你的學號加姓名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你為什麼得到 怎麼樣知道這一門課程 你是救生還是說你是從網站還是從文宣 親友介紹的網路上都可以OK 然後自我簡介的話稍微讓我知道一下你的選課動機 為什麼你會想來上這門課 是因為工作關係興趣等等等等 那你目前擔任的工作比如說你是工程師軟體工的哪一類軟體工程師或者是哪一類的或者是你不是你工程師你是哪一類的職業 然後你的學習用途比如用在工作上或者是 輸入此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Email信箱填一下最好是Gmail 再來你的電腦的程度 再填一下 高階進階入門 因為我想要知道一下 大部分同學集中在哪一個區塊 那你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是Java入門的部分呢 還是enjoy範例 還是證照 還是 一些App的介紹 或者是 手機的應用 操作等等 或者其他你有沒有什麼其他想法 那曾經修過哪些課 比如說你有沒有學過VBA或者是 Follow Shop這些如果有的話你就把它打勾 那選課動機 其實上面有了你反正就再幫我打勾一下 那再來 擔任班長意願 因為我們這班需要一個班長 學意 所以 盡量如果有同學 就是 協助一下 這樣我們很快就可以 帶過了 不然的話又要花時間 再來選一個班長 其實也蠻浪費時間的 因為我覺得 盡量可以把時間留給 我們上課會是 比較好的 所以如果有同學 當過班長的 或者是說 也比較有時間一點點的 其實也不需要做什麼事情嗎 班長好像就是 去幫忙 來的時候先去那個辦公室幫忙拿這個東西 上面有502 拿來就 看看放在前面或哪裡 然後 還有第一次上課錄 團體購書的話 就幫忙訂一下書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 然後 購書意願 是或否 如果要的話就直接 到時候請同 請那個班長幫忙 訂一下 那學習動機稍微勾一下 未來可能會用到哪一個領域 那是否擁有自衛手機 那我也很想知道 如果你沒有自衛手機的話 來上這門課可能 最好找個機會 把它更新一下 OK那是否對那個 Java熟悉 十分手或者是從來沒缺個沒關係 那Enjoy這個應用開發相關知識 如果你吃到就打勾 比如說你會從Google Play上面 下載到手機會的話打勾 那會從那個網路上抓IP 可以裝到手機 會把手機變Root 會刷機 然後會開發環境 會這些 如果會的話就打勾 那還有沒有什麼成 這個 成果期望 填完之後 請按個提交 這樣我就會收到 那等一下我們會統計出 大家的一個 一個 平衡點在哪裡 OK 好 那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 把這個網址 GOO.G 直接在那個瀏覽器上面輸入 F2 RO8 R一定要大寫 好